谢谢恒卿主持人 也谢谢安娜 此时我们搞这个追思 阎明复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的角度和国内大众的这些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把两个角度都结合起来 也许才能回归阎明复整个的他的picture 那我很同意刚才苏小康所说的 在主党大屠杀方面 阎明复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 而且他有具要重要的历史作用 那我们都知道阎明复呢 他本身就是有很多的legacy 他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俄语翻译 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颇有见书 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搞情报的霸宝 阎宝航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而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做的两件事 第一是编了一部 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 第二是创办了中华慈善总会 但是我看了他的很多东西以后 我认为他生命当中最精彩的篇章 实际上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端 他做的几件事情 其实足以为那个时代 我们大家共同的推动中国民族化进程而留下了重重的印记 那我就想呢 找了几件具体的事情 年明复究竟做了什么 刚才呢 几位都提到了 他是和学生对话 实际上就想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这个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造成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提出来的一个政治改革的重大举措 就是说用社会协商的办法去解决社会矛盾 去解决执政党政府和民主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 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群体之间的矛盾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在八九明月五月份的时候 言明复就积极的参与了和民主党派非党人士 编辑知识分子和同学们的对话沟通 他自己也表示 他说党的十三大提出来的应该建立经常性的协商对话渠道 我们已经同民主党非党人士建立了对话制度 但是与同学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经常性的对话渠道 今后我们应该经常的多做这些事情 他说呢 同学们提出来的这些对话要求 其实党和政府都很重视 既然对话 我们就不能够服言 就不能应付 使这个同学们一时的满意 这样不理由问题的解决 他很珍诚 他希望这个对话能经常进行能坦诚的进行 希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是他的一些愿望 那周多刚才胡平还有苏小康都提到了 周多2021年7月21号写的那篇文章 阎明复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 这篇文章对阎明复整个劝说过程有相当详细和传神的描述 他说呢 5月15日阎明复从统战部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去劝说学生 停止结束退出 周多说当时 统战部的送行场面非常悲壮 一大群人包括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记者等等 在楼门口热烈欢送鼓掌欢送 还有人抹眼 抹眼泪 阎明复就说豁出去了大不了 就是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周多是自己完全晓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大义凛然的话 然后他也说这个阎明复的讲话虽然算是精彩 但是非常感人 当场的学生一群一群的坐在地上抹着眼泪 连他自己到最后也眼泪俱下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阎明复试了几次和学生的对话 只是对了对话 却没有协商出任何有意义的撤出广场的结果 而且后来呢 轮方上阵的知名的这个知识分子们 也都去到广场去劝说 也没劝出 所以然而当时广场的那种狂热气氛 就是淹没了所有对话学生的声音 这显然时和与世是不再主张对话者一边的 按照沃尔开启的说法 只要广场上有1%的学生不同意撤 那99%就撤不下来 这就是当时广场的气氛 那场对话或者说闫明复他尝试的几次对话都没有成功 但闫明复相信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好办法 他真诚的尝试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闫明复在89学运期间 他主张增强新闻舆论的公开化和制度和这个透明化 这也是因为这个十三大和赵紫阳的一些主张 说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 是人心所向 我们呢要做人民的后舍 不能只是成为党的后舍 要让老百姓信任我们 所以5月13号的上午和下午 闫明复在统战部先和这个北京新闻理论界的一些专家们 和新闻记者在一块座谈 下午呢又和15家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一块座谈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新闻理论搞得公开化 透明化 重大的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 让人民讨论 这就是十三大提出来的一些主要的精髓 这是第二 第三 就是当人性和党性发生冲突时 闫明复选择了人性 赵紫阳是这样 胡继磊是这样 包同是这样 闫明复也是这样 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 他就人性战胜了党性 他选择反对 站在赵紫阳这边 反对赵小平 李鹏等人用武力镇压的决定 所以他后来被点职 连点三级 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 而且不幸都成了中国的那级 当然是活着的那级 那闫明复做的这几件事 推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增强新闻舆论的公开化透明化 当人性和党性发生冲突时 选择人性 这不只是闫明复坚守信奉的信念 也是80年代一大群知识分子 信奉的理念 比如说像胡继伟 胡继伟当时早先是人民日报的社长 就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 就主张人民性要高于党性 因为人民高于党 这是他提出来的 他后来在六四当中 因为反对镇压 支持造成这样 最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留党查看两年 从后来就成为中国政权的一些名单词 三宽部长周厚泽也是 鲍彤也是 他们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精神 80年代的改革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 也名副 实际上是纪念那个时代 纪念那个时代的改革精神 那今天呢 我们对话学上 在现在的胡习近平 习近平时代已经绝无可能 因为党说了算 他说了算 这一新闻改革和新闻自由 早就被党领导一切所取代 而面对社会矛盾时 人性必须让美党性 否则你就受到惩罚 所以回顾当年的进步 我们就越是回顾 就越是痛恨 今天发生在中国的 种种倒退和反动 可是我们不能不怀抱希望 因为我们有李文和 我们有白纸运动 我们有彭立发 我们有四通社 四通桥 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躺平者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心中的不满 和日常的反抗 好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